什么是定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 工作厨师待人介物 保持自己的亲近平等心 不受外面环境干扰 佛经里面常讲 随缘不变横顺众生 清净平等心不受干扰 无论是顺境逆境 善于卧远 都用平等心去看待 这是定能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一切众生 设法界 一真装严 跟自己同一个自信 同一个亲近圆明体 是一体 他就先就顶了 不明白这个道理 对这个道理 了解不够深 了解不够透 境界先前 这个心呢 总会被外头境界影响 那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影响 自己就高度紧急 为什么功夫太差了 外面经界好不好 好 都是好经界 好像老师来考试一样 这考试不及格 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要努力 要紧紧 那么这是讲凡夫 也能够同祝福变才 这是属于结物不是真物 同样呢 能赞扬佛会与功德 也能够开花 设法有缘众生 有缘众生 有很多 一时糊涂 一时迷惑了 迷得很严重 但是要晓得 他过去身中 修集的善根 很深厚 有的时候 我们一引发了 发现 他比我高很多 我们欢喜恭敬 不可以嫉妒障碍 嫉妒障碍 那你就错了 要欢喜恭敬 要欢喜恭敬 我都不想谈